盡快平息目前的爭議令到香港人可以過回正常的生活 我是覺得應該要這樣做的 只不過方法必須要積極地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要面對很多的矛盾 解零還需是零人 政府必須要承擔起 積極地回應市民的訴求 才能夠真真正正地令到香港現在面對的問題得到平息 主席,我們現在面對兩個大的矛盾 一個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市民之間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對立 市民基本上不信任政府 民望跌到回歸以來的最低點 這些大家都非常清楚 而這個矛盾之所以出現得這麼強烈 我們很簡單去看 就是市民其實是反對修例的 但是政府就堅持修例 政府不僅堅持修例 而且要利用一個由不公義的制度 得來的幾乎是對整個政府的決策 絕對的控制權 來到 我們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地 要加快通過這個修訂 政府不理民意 是要堅持修例 還要用盡各種方法 所以矛盾達到一個非常高的一個點 就是我們現在的問題 如果你不去處理這件事 是沒有辦法解決到問題的 具體來說 這個矛盾 還體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 市民之所以憤怒 其中的原因就是 政府沒有堅守到兩制 一國兩制是很重要的 但是很多時候 內地就會強調一國 而一國就是優先於兩制 我的看法不同 一國和兩制同樣重要 你不可以說一國優先於兩制 於是兩制就不重要 你應該說一國重要 兩制都重要 這點必須堅持到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便面對目前的問題 特別是特首 處於兩制的宣柔之間 特別是特區政府 他如何能夠一方面說我們是一國 但是同時間 兩制之間我們必須做好 兩制在法治上 我們二十多年來 我們其實有很好的一個 已經實踐下來 我們其實有很多問題出現了 但是基本上 我們仍然能夠維繫到香港市民的信心 但是今次 是令到香港市民 有可能暴露於 是另一制的法治制度 而這個另一制的法治制度 是很多市民 都是沒有信心 而且是很擔心的 對於市民這種沒有信心和擔心 難道政府看不到嗎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通過這個修訂的法例呢 這是很多市民都不理解 而且是憤怒的 另一個 憤怒的地方 是因為 或者導致不信任的一個原因 就是 你用在台灣發生的一宗 港人的殺人案 來作為一個藉口 就要推動一個更大範圍的修訂 而這個更大範圍的修訂 牽涉到很多人很擔心 甚至乎外國的投資者也擔心 外國的政府也擔心 他們的僑民 在香港的僑民 會又受到影響 為什麼一件事 會引起一個政府寧願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都要這樣做呢 我們 很多市民都會覺得 這個只不過是藉口 於是 對於政府的誠信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懷疑 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 連誠信都未懷疑的話 政府的管治還怎樣可以有效呢 同時間 市民也都很不幸地 不再信任我們的議會 議會在這次事件裡 不能夠做到一個有效的平衡 我們不能夠做到一個 所謂的check and balance 那件事 議會 在 建制派的全力配合下 於是 我們是沒有辦法 令到政府一些 不受市民歡迎的施政 都可以順利通過 這種情況 再加上 我們亦都見到 在中聯辦 一升令下下 整個建制派 全部歸圍 更加令到大家看到 一國兩制的削弱 是超然若揭 這個是大家有眼看到的 所以市民對於這次 那個問題的嚴重性 並不是 隨隨便便 蔣麗雲議員 蔣麗雲議員 你是什麼規程問題 蔣麗雲議員 醫直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意識規築講明了 有很多事情 就不要猜渡 有很多事情 就不要想像 OK 你又說中環 什麼西環 中環 什麼一聲令下 那人家跟你說嗎 人家命令過你嗎 你聽過嗎 那你說什麼 那我不回應你了 我告訴你 蔣麗雲議員 這就是承認你 你不要叫我名 你叫我名 請你停止發言 蔣麗雲議員 根據議事規則 議員發言 不能猜渡其他議員 指他有不正當的意圖 至於 講話的內容 就要根據議事規則 如果議員想回應的話 一會兒可以按要求發言的制 葉建源議員 請你繼續 主席 我相信 剛才我所說的 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 是整個市民看到的現象 大家亦都有過這樣的看法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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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維持持序 蔣麗雲議員 請你停止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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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麗雲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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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停止發言 蔣麗雲議員 蔣麗雲議員 請你停止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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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麗雲議員 蔣麗雲議員 請你停止發言 蔣麗雲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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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停止發言 蔣麗雲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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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市民對於矛盾是非常非常感到憤怒,所以我們看到一次又一次的示威請願,更加大的問題是政府在今次看到一百萬人的示威都不聆聽民意, 再加上對於警方的那種維護,大家也感覺到很大問題,於是更加進一步激起了二百萬人的示威。 政府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犯了一連串的錯誤,這是他自己要認真地反省的。 如果只是說自己在過程中有所不足,我覺得這不能夠顯示到一個很認真和深刻的反省。 而政府在說是否撤回這個問題上,亦都說得不清不楚,即是說我們沒有時間表,所以到時就會自動失效。 這個說法,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如果兩個人有爭執的時候,甲和穴說,你會不會打我? 而穴說,我沒有時間表。 那甲當然會很奇怪,你說的是什麼呢? 你可否直接說,你會不會打我? 你說不會就行了。 我們可否用市民可以理解到的方式,直接清清楚楚地說,政府不會做。 你可以有不同的說法,你撤回也行,你說不會做也行,但是不應該會令市民擔心,可能會出現奇異,可以有猜測的空間。 我想這是危機處理的基本上式,為何不能直接說呢?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應該要更加充分聆聽民意,回應市民各方面的訴求。 第二個矛盾,是警方和市民的矛盾。 這個是事件發生了之後,衍生的一個問題,但是到了現在,這個已經變成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警方在這個過程中,使用了過度的武力,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同時間,警方也埋怨一些情況下,他們有個別的議員遭受到一些不禮貌的對待,或者阻礙等等,甚至影響了他們的服務。 但是我們要明白,這個情況,第一,警方是夾在政府和市民之間,他要執行政府的命令的時候,他要處於一個很困難的局面。 第二個問題,是警方在處理的時候,他是否可以不需要使用那些過度武力呢? 那些過度武力是不應該出現的。 為什麼他不能夠正正經經地面對這些問題? 警方如果不能夠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也很難令市民的民憤能夠平息。 我同意,有些建制派議員說不應該一觸高大一船人。 不應該用一觸高大一船人是因為,我們有很多警方人員其實是很守規矩的。 不應該將所有警方的人,不管是誰,你都辱罵他。 我覺得,我也不贊成。 但是,要能夠令到問題清清楚楚,這一船人其實是有不同的人的。 你要分辨到的話,應該是一個正面的處理。 調查就是一個好的方法。 在調查當中,我想我們也不是說只是調查警方,我們也可以是調查整件事的起因。 整件事當中,各方面的處理方法是怎樣。 我覺得,環警隊一個公道的一個好的方法,就是我們做一個很好的調查。 警察有哪些地方做得對,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對。 警察有哪些人做得很好,有哪些人做得有問題的。 我們清清楚楚這樣做出來的話,才能夠令到警方的形象可以恢復過去比較好的情況。 如果我們現在說,不應該一船船人,所以不應該調查。 我們有問題的行為,要讓他們繼續做。 這種不是正常地面對問題的好的方法。 所以,在這個問題當中,我們希望矛盾不要繼續升溫。 但是,一定必須我們,特別是政府,能夠正面面對問題。 警方在維持公眾安寧上,必須得到市民的支持,才能做得好的工作。 當市民不信任他們的時候,他們很難做好保持香港的治安工作。 這是我們過去學習英國在19世紀的時候的傳統,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在現在我們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如何解決深層矛盾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政府應該首先,在道歉上面,可以了,真誠。 和在反省上面,也應該深刻。 我們應該清清楚楚回應民間的訴求,包括在撤回的問題上, 清清楚楚,不要用一些技術性的語言來講。 第二,在警隊的問題上,我們也有一個很好的調查。 是否在這個過程當中,用暴動的性質來描述我們市民的和平示威呢? 我覺得亦一樣,你在這個示威當中,有個別的人用了一些過度的武力方法, 不是整體的示威,整體的示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沒有事。 那為何還要堅持用這種方式來描述整個示威呢? 實際上已經沒有意義了,你應該是將責任歸回每個人的參與上面。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回應市民的要求上,是可以做得更加積極的。 我們亦看到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我們要長遠解決問題的話, 我們必須要想想,我們現在目前的制度是不能夠持久的。 我們現在是一個不公義的選舉制度,整個權力是不公義的。 在一個嚴峻的情況下,政府是沒有辦法通過這個制度, 有效地知道它的問題在哪裏,連矯正問題的能力都沒有。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有效的方式,通過一個更民主, 更加和平地解決到我們矛盾的制度來做。 所以我們長遠的方法應該是一個民主的制度。 同時間我們亦希望我們所有的人,無論你們處於什麼位置,都能夠克制。 我們警方也好,市民也好,我們都希望克制地,我們每個人都和平地去處理。 警方由於濫用武力,所以他失去了道德高地。 市民如果濫用的時候,亦同樣失去道德高地。 這個道理其實大家都很容易可以理解到。 我希望我們真真正正能夠平息現在的民憤,平息現在的矛盾。 現在這個問題是需要過多方面的努力的。 我希望這個聲音政府能夠看到,政府是首先第一個,應該出來擺平大家的一個角色。 是有位朋友來提供。 好,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